黑客松 就會朋友退課要提案 然後有點緊張 然後剛剛大家講很多東西我都聽不懂 所以如果我提案非常粗糙的話請大家原諒我 然後就是就是一個 然後我先講一下好了 就是我是一個那個綠黨社會民主黨 在新北市的立委候選人這樣 對然後對 如果我今天 啊! 憋了他 好厲害 後面寫 謝謝 然後最近有點黑 第三次一定很黑 然後這次我貼了一個Politics的帖子 對是柏妤 然後 然後其實就是我們在 我們競選到現在 從六月宣布參選到現在已經四個多月 然後我就發現就是政治在一般的 靈禮中分成兩塊 我在我的共語上面有寫 就是有一塊就是我們每天在立法院吵架 然後街頭在那邊抗爭 然後要打架那一塊政治 然後那一塊政治大概只有兩%人的關係 你就是上街頭的五十萬人出一場千三百萬人 然後其他的人就覺得這件事情 你剩下的九十八%人就覺得這件事情 他們很遠 然後其他一般婆婆媽媽在公園或市場 那些遇到的人 他們關心的比較像是我的水溝不同 然後 我的鄰居老王一直在我家門口停車 他們比較關心的是這個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 呃! 之前那個柯文德有做過那個fix排配的東西 然後我有點在想做那樣 可是我不是想做成像他那種很單 他是很單向 就變成你提報然後政府幫你解決 可是這樣其實是把你對你生活中 政治那些微小的政治的改變 你交給一個權利者 你就說好這個給你做 所以我們生活上的政治 那些軟性的政治 生活的政治就變成說 你只打掉給禮葬 然後抱怨 然後就結束了 你沒有的監督 然後你沒有的可以參與的 你沒有辦法提案 最後其實我們想做 我們 呃! 其實這個競選團在發想 然後大家可以就討論 然後還有其他可能性 那我就拿 我參選新店為 就是新店地圖 然後我們想把它切分到裡的層次 把它做成一個小社群 然後你可能點進去之後 你可以有一個里長資訊 還有他做哪些利民的服務 你帥嗎 你知道嗎 對 然後還有一些 一個是市民服務 然後點進去之後 它就會有兩個系統 它一個系統是即時通報 就像FIX台配一樣 然後它可以有尋 就是有一個回應 那這個是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學民服務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我覺得比較重要 是政策體案 就是其實你對你的生活周邊 是最了解的 你遠比離張 遠比市議員 遠比立委 區域里委都還要了解 所以你應該最知道說 你的身邊要如何讓它變得更好 可是尤其在都市擴張 我們現在可能連隔壁 你就不認識 你可能也不知道你的里長是誰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網絡方式 把它串成一個社群 所以你可以提案說 我覺得我這邊應該有一個無詐一拖道 或我們這邊應該有一個人型專用道 那你可以響應它跟回覆它 然後留下你的聯絡方式 然後勸去團隊 我們之後還會去在那裡經營 甚至也可以幫忙來做成 比如說是神醫的 或是小松 或是什麼方式 來去做到像這樣子 把這些靈力的人串起來 然後從生活政治開始 對 大概就是我一個很出奇的天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